毫不犹豫我就来了 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拍个戏吧 也圆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本来我在进组之前就应 够科学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任嘉伦 开放派第二季 最新你来参加的点是什么 首先我第一季玩得很开心 然后增长了非常非常多的知识 也是做了很多 可能目前为止 都不可能去接触的一些实验 然后我在实验里学到的这些知识 我发现在生活中的的确确能用到 综合各个方面 加上我玩得很开心 和整个团队相处的也非常的愉快 所以我第二季毫不犹豫我就来了 这一季录制到现在让你觉得最好玩的实验是什么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来海放派不就是这样吗 有一些实验就是觉得特别没意义 但是你也要试一试 然后有一些我们就觉得一定能成功的也不一定能成功 有些觉得肯定实现不了了反而实现了 所以我对我来说就每一个我都是很开心和很有学习的心态去经历的 对我来说每一个的印象都很深 就是每一个你必须要富有激情的去实验它 海放派节目里有很多奇妙的实验 这两季录制后有没有什么体验是帮助到你去更好的创作新剧角色的 我觉得创作这方面就是可能现在说你不一定能说得出来 但是你未来某一天可能遇到某一场戏或者某一个角色的时候 同一场戏的里面的内容可能和我们曾经做的实验有相关的地方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间觉得自己比别人的知识面更广一点 因为可能海放派所有的这些实验别人都没有做过 可能很难有人会做过 但只有我们做过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非常有发言权 我觉得在未来的可能某一个时候吧 只要碰到了可能相关的实验的知识或者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整个人对于那个事情的解读和角色的诠释都会不一样 如果有机会和海放派成员在其他方面合作 你希望能和谁有什么形式的合作 我觉得各位成员的能力都非常的强 设计的面都非常广 我觉得我们就一起拍个戏吧 一起拍个戏 歌也可以一起唱 不会唱的也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部分 如果他说我不能演戏 那也可以给你安排出一段 你属于你自己魅力的一段的戏 都可以 之前有透露过你下半年还会发新歌 那可以再和大家透露下细节吗 新歌反正现在几乎都已经做完了 还剩个一首半 剩这一首半是因为我们在可能调整 本来我在进组之前就应该把所有的歌都录完 所有拍的东西都拍完 但是因为我们在调整的阶段想要让它更完善更好 所以就还有一首半的歌没有完成 其他的已经全都完成了 反正选的都是我非常中意的 然后这次也合作了非常多我个人很喜欢的老师 也圆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最后请说出三个必看嗨放派第二季的理由 够科学 真的是我们做了很多科学的实验 然后够嗨放 然后很有趣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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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